separating from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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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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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局兄弟為情反目 你有一個最心愛的女朋友 你跟她交往多久 半年 半年的時間 最由你肯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立委怎麼樣 搶走了她 有沒有 有沒有學歷的 好啦 有啦 怎麼樣 有又怎麼樣 怎麼樣 今天有又怎麼樣 我跟你講 跟他兄弟我才不認識 他是我的女朋友 你是不是知道 你看 你看 他們有我的女朋友 他們有一心交往障礙嘛你 當初跟你在一起半年 有感情 可是我覺得 完全得不到我的心 我現在愛的是立委 你是我第一個女朋友 也是我 第一個喜歡過的女生 我也盡我所能的 用我覺得 你覺得會幸福的方式給你 可是 你面對現實啊 你這樣子對我 我對你這麼好 你不愛我 為什麼 你幹嘛 你幹嘛 你管那麼多幹什麼 我在跟他說話 你差什麼嘴啊你 我在跟他說話 你沒聽見嗎 我看到人家動到誰的女人 什麼叫誰的女人 他一定沒有說跟我分手 他都還是我的女人 你是不是知道 我覺得我當中會哭 才跟在一起 妳看著我眼睛再講一次 我身邊看見 那為什麼一定要上他 你有別的選擇嘛 你為什麼 才是說你必須要守戀這個獵物 你要打擊他嗎還是什麼 你有別的馬子啊 為什麼意料到他 我覺得其實喜歡就好 管他是誰的馬子 哇 對啊 這個話厲害 你剛剛也跟立委 也表明的態度 你手都 你怎麼怎樣 你怎麼怎樣 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你打我幹嘛 你打我幹嘛 對啊 你是誰 你要打我幹嘛 等一下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不能再打 這種劈腿的人 也是會被人家劈啊 要不要看 你拿出來看啊 劈腿的人也會被人家劈 劈腿會被人家劈 誰也會 我不是說你 你幹嘛不打自招 這是你 對 欸 怎麼會來自一套 怎麼叫你是我女朋友 拜託 你根本不配好不好 怎麼叫女朋友 你跟人家在那邊接吻 你跟人家在接吻 你這樣讓我沒看到 你打我 打我幹嘛啊你 分手擂台 歡迎 分手擂台 誰都跑不了 燈不點不亮 是話不說不明 人人一生當中裡面 有很多事情都不清不楚 我們得把它說個清清楚楚 才不會造成一生當中的遺憾 歡迎您收看我們分手擂台 馬上來介紹我們今天 三位的陪審團 第一位介紹的是 我們兩姓作家呂如中先生 瓜哥好 大家好 我是呂中 好 第二位介紹是 可愛大方的我們的韋如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韋如 第三位介紹的是我們的秦瑋 瓜哥好 歡迎觀眾大家好 好 今天要介紹 兩位男主角出現 第一位要介紹是我們的委託人 一起來歡迎林正彥同學 好 林正彥 鞋很痛 有殺氣 好 林正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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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你能不能自我介紹一下 林正彥 大家好 我是林正彥 是 我今年二十一歲 現在就讀輔大日文系 好 今天要委託我們什麼事情 來 我要委託的就是 我一個從高中時代 就一直很好的朋友 他平常的時候不但是自私 自私 而且又很霸道 霸道 而且又平常就只壓榨我 壓榨你 一樣都是同學 甚至個男同學 用壓榨兩個字 他甚至可以騎上去的 我看看 還有呢 最嚴重的是 搶走了他最愛的女朋友 這怎麼受得了呢 尚讚得到這種事情 所以你今天要來控訴他就對了 這一位同學叫什麼名字 他叫趙立偉 你哪裡不惹你惹 惹到立偉當然很麻煩的 好 一起來歡迎我們的趙立偉 來 好 這位就是我們的趙立偉 我哪裡自私 我哪裡霸道了 我哪裡霸道 我哪裡霸道 你等一下 你平常明明就很自私 我哪裡霸道 你平常明明就很自私 你怕人家講什麼 是你太懦弱好不好 對啊 是我懦弱 明明就是你自己太惡霸 我哪裡惡霸 你說啊 你說看啊 你平常知道 我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你就這樣子壓榨我 這樣對嗎 我要讓你什麼 我要讓你什麼 你平常的時候 我們出去的時候 你是不是都跟我要錢買東西 你明明就沒有你的同意 什麼同意呢 根本就是你逼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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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逼你什麼 對 怎麼逼你 那不然呢 你就直接跟我要錢 那這樣我不給你可以嗎 可以啊 我們明明就是很好的朋友 那你幹嘛不跟我講 你又不跟我講 明明這種事情不要講得太明 可是你就 明明就知道我的意思 什麼叫不太好 我們拜託認識多久了啊 蛤 那就是因為認識久 所以我覺得你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啊 所以他曾經 類似像不跟你講 只是跟你講說借我錢 就有點壓榨的部分 自私在哪裡 他明明自己家裡 就已經很有錢了 然後我明明就是 沒有什麼錢的人 然後他還硬是要 出去的時候還硬是要我幫他付錢 你認定什麼叫沒錢呢 爸媽媽一個月給你多少零用錢 基本上我父母是不會給我零用錢 所以要靠你自己去賺 打工讀書 蠻好的一個學生 那你呢 他說你口中的說你家裡比較有錢 你是一個月把他給你多少錢 我也沒有跟家裡拿錢啊 我是自己賺的啊 都自己賺的 對啊 都還不錯嘛 那你為什麼要常拿他的錢呢 我哪裡有常拿 只是偶爾跟他借一下而已啊 什麼叫偶爾 就是天天好不好 借過多少錢 大大小小 很像出去吃個飯啊 逛個街什麼的 買個飲料什麼的 有沒有再還你 那這樣會去算他嗎 應該也是 有沒有有借有還 有沒有還你 很少再還 那你為什麼那麼凱 可以繼續借給他呢 沒有啊 就是大家一起出去嘛 就大家一起買飲料啊 如果他這樣跟你說啊 借我一下錢買個飲料 所以你這個是十幾年 認識下來的一個 好朋友的一個關係就對了 所以借錢其實無所謂 但長期不還的話 會覺得有點阿爸的感覺 自私原因是 他本來就有錢 還要跟你借錢 對 那他有壓榨你 阿爸你什麼 我們一起出去逛街的時候啊 他都是 一直 一直 鎮燕你有病嗎 不要哭 不要哭 不要難哭 沒關係 你慢慢講沒關係 其實鎮燕是怎麼樣 鎮燕是非常乖巧的一個小孩 看得出來 我們在那個他資料上面 沒有了解他是非常乖巧 而且也沒有交過女朋友 就是說現在目前還是 簡單講就是還是童子雞 所以他生活當很單純 所以他一提到這種事情 會覺得很難過 好 沒關係 我們其實最重要的一個 我們進入我們最重要的主題 就是說你剛剛前面有講 一個最重要 就是你有一個最心愛的女朋友 你跟他交往多久 半年 半年的時間 最有你肯定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立委怎麼樣 搶走了他 什麼 你是不是男人啊你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多愛他 你是不是知道 什麼叫我搶走他 是不是他自願的 什麼自願 明明就是你 我哪裡誘拐他 是他自己 他自己的心甘情願的好不好 我們在一起好好的 我們那半年來一直都好好的 你看為什麼 我一介紹他給你一件事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拜託我哪知道 上天讓我們認識 我哪知道我們最後那麼好啊 什麼叫你哪知道 是不是也是他心甘情願的 你本明就是搶遍嘛 你也是他心甘情願的嘛 他心甘情願 你要怎樣嘛 不要 不要 好 各位 兩位… 好 我們為了就是要來理解 並不是來吵架的 我們是要來清除一件事情 所以不要推打 盡量不要這樣推 言語上面也要控制 也要文雅一點點 所以說他搶走你最重要的女朋友 你把這個事情 稍微簡單幫我們敘述一下好不好 你跟那個女朋友 你沒有叫什麼名字 女朋友叫甜甜 甜甜 你跟她認識在哪裡認識 跟甜甜在哪裡認識 我們是在網路上認識 不是小甜甜好不好 是甜甜 網路上認識 結果呢 就是在網路上就是聊天這樣 後來就漸漸變得越來越熟 最後有見面交往 對 然後後來就漸漸就在一起這樣 所謂的在一起 你認定的在一起是什麼叫在一起 有親密關係嗎 有沒有親密關係 對 到幾壘 大概到三壘左右 到三壘了喔 好 韋汝來告訴我什麼叫三壘 來 韋汝 那我怎麼會清楚啊 不清楚啊 我不清楚 三壘就是除了那件事情之外都做了 好 就是訂閱 一壘就是牽手嘛 二壘就是接吻 三壘就是撫摸 簡單講就是可以 除了那件事情之外 所以除了那件事情也會到 所以說妳跟甜甜是 照這樣的一個親密關係就對了 對 那為什麼妳什麼時候知道說 我們的立委搶奏妳這個男女朋友呢 其實我一開始也不知道 後來就是中途 妳有介紹給他們認識 對 差不多在我們在一起 差不多兩三個月左右 妳有跟她說 她是妳的女朋友 我介紹給妳認識嗎 有 對 就是介紹就是 對 這是我的女朋友甜甜這樣 就認識完了呢 再來呢 後續怎麼走 我發現他們兩個感覺怪怪的 怎麼怪 怎麼怪 就是兩個人 就大家一起出去的時候 他們兩個之間的互動 有一點愛的感覺 可是甜甜還有沒有 繼續的愛著妳呢 後來我打她電話 她都不太接 要找她出去的時候 她都會問說 立委有沒有一起去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好 這就是跟甜甜你們三個人 認識的一個經過 好 你要不要再講一講 你為什麼當時明次到介紹 鄭彥是女朋友 甜甜你為什麼還要跟她 你先告確認 你跟甜甜有沒有在一起 有啊 有 我覺得有在一起啊 有沒有跟甜甜全內打過 還沒啊 因為有時候她會不好意思 我們再問有沒有 有沒有全內打 好啦 有啦 怎麼樣 有又怎麼樣 怎麼樣 有又怎麼樣 我跟妳講 跟她兄弟 我才不能講我的女孩 她是我的女朋友 你是不是知道 你們有異性交往障礙嘛 你這是什麼邏輯 等一下 你挑我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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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搶別人女朋友 你還這麼理直氣壯 還可以說得這麼理所 當然啊 怎麼會是呢 你們跟我在一起啦好不好 我們終於都能 你兄弟當假的啊 他們就在我面前 直接就接吻了起來 我跟她說話 你笑什麼嘴啊你 你根本就不懂女孩子 你管那麼多幹什麼 可是我跟她這個是誰 你根本就不懂女孩子 你閉嘴啊 人不風流往少年 你知道嗎 對 你現在說這是什麼話 你現在說這是什麼話 不要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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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終於有多年 兄弟當假的啊 你可以這樣子 跟她在一起 好 這錯綜複雜了齁 立委說 他跟甜甜有在一起 他現在承認 你是在什麼時候 發覺他們兩個在一起 交往差不多 五六個月左右的時候 五六個月 就是一開始 我本來就只是覺得 我只是覺得他對我 有沒有什麼事件 你看到了還是怎麼樣 一個情形 有一次 我就一直打他電話 他都一直不接 所以我就想說 乾脆就直接到他家去等他 然後所以就守在他家 門口那邊附近等他 結果呢 後來就看到 他的車 我本來以為 只是他送他回來而已 然後我正準備要 出生去叫他們的時候 結果他們 他們就在我面前 直接就 有吻嗎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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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你知道 他還是鎮豔的女朋友嗎 我知道啊 是他自己太懦弱好不好 遇到女孩子 你都不敢怎麼樣 是不是都要叫我幫你去追 一定要像你這樣 每個女生都尬上床才高興嗎 什麼叫尬上床 你講這什麼話啊你 鎮豔 我跟你講 鎮豔你每個女朋友 都是他教你追的 他該有這樣講 我只有一個女朋友 就是這個 就是這一位 這是你第一次交女朋友就對了 那現在甜甜 甜甜怎麼辦呢 甜甜現在心理最重要 甜甜 甜甜到底心理上 還愛著我們的鎮豔呢 還是喜歡我們的立委呢 那上床 這個有肌膚至今 或許感情就會升華了喔 好 最重要 我們一起來歡迎我們的甜甜 來 哇 很辣耶 鎮豔你怎麼會喜歡這型啊 甜甜你好 甜甜能不能先簡單來自我介紹一下 還是先介紹你們三個之間的關係 可不可以 大家好 我叫甜甜 妳當時不是跟正彥在一起嗎 是啊 那在一起半年難道沒有感情嗎 可是跟她在一起的生活真的很無聊 她生活很單調 平常不是在家裡逛街去大輪發逛街 然後問她要幹嘛 她就每天死在家裡 除了打球還有呢 沒了 那妳為什麼不跟她分手呢 就是說妳要跟那個立委在一起的時候 為什麼不先跟她分手 我不忍心 不忍心 是妳這樣傷害更重啊 這樣傷害更大 妳可以前一段先結束再後一段嗎 妳到底是誰的女朋友 立委 立委 妳是立委的女朋友啊 可是妳沒有跟她提出正式分手 妳怎麼會說妳是立委女朋友 好 問得好 韋如 沒有提出分手 妳這樣怎麼說她是立委 妳知道不會讓那個正彥很傷心嗎 我靠她這個樣子 我實在很於心不忍跟她講這些話 可是我真的對她沒有感情了 妳對她於心不忍 卻決定先跟立委上床 而只跟正彥到三壘 為什麼正彥到三壘就停止了 為什麼 我剛剛無法繼續下去啊 覺得達不到那種感覺 那妳跟她一扯 雖然她花心 可是她講話 甜言蜜語很能夠感動妳 也能夠淘到妳的歡心 對 可是妳呢 我一直都對妳很好啊 妳這樣做什麼 我不是常常買東西給妳 什麼東西 我跟妳講妳根本不懂 跟女孩子交往啦 我在跟她說話妳插什麼嘴啊妳 妳根本就不懂女孩子啦 妳管那麼多幹什麼 這是我跟她這個事情 妳交什麼女朋友啊妳 妳根本就不懂女孩子 妳閉嘴啊 那我跟她說完好不好 好 妳說 我看妳能說什麼 我看妳能吐出什麼東西來 好 妳沒有跟正彥在一起的 主要原因是什麼 大家生活真的很無聊 那妳跟立委呢 跟我講話甜言蜜語 帶我到處玩 買很多東西給我 只好她懂得女生要什麼東西 可是妳呢 我也竟然有在滿足妳的要求啊 妳看妳說妳要去逛街 我就帶妳去 妳要看電影會帶妳去 妳要看電影會帶妳去 因為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妳們想去哪裡啊 妳又不告訴我啊 我跟妳講了八百遍呢 妳到底聽到哪邊去了 妳也知道我是第一次交女朋友啊 第一次交女朋友 妳是呆嗎 妳腦子到底裝什麼啊 妳一定要幫我講她那麼不堪嗎 甜甜 妳現在這麼的狠對正彥 那當時妳看上她哪一點 她就是這麼單純的人 我們每個人一看 第一眼就知道啊 我一開始覺得 我覺得她這樣外表 應該我覺得她可以 付出她的真心 她了解女生懂什麼 可是沒想到她生活那麼的無聊 跟她生活在一起真的 我覺得我都快變 不知道 黃戀佛了 妳覺得妳了解正彥嗎 妳知道她是單純的人嗎 這半年 她很單純啊 那妳知道說 如果她的好朋友把妳追走之後 她承受不住妳知道嗎 所以我才不知道如何開口 因為立委是她的好朋友 所以其實她是想要跟正彥分手 可是她不好意思跟她開口 是因為正彥真的也很單純 可是她覺得她的生活情趣實在沒有 所以發覺我們的立委 可能比較會玩 生活上的樂趣比較有對不對 對 那天天妳知道立委是正彥的好朋友嗎 很好的朋友嗎 我知道啊 因為立委我是經由正彥認識的 既然妳知道妳為什麼願意 不覺得這樣傷大太重嗎 一開始也是大家快樂出門 大家朋友出去玩 慢慢有感覺 可是妳知道 兩個人差距才太大了 差距大 那什麼地方妳開始喜歡立委 我覺得慢慢有感覺 而且我覺得慢慢心就被她收買了 收買了 所以說完全在你們這兩個部分當中裡面 到底是誰做主動動作呢 是我主動約她的 約她完了呢 其實就是 我們要了解你們這年輕人 到底以後來跟她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腦海裡面 難道沒有好朋友正彥嗎 沒有朋友氣不可惜這句話 對 妳不要一兩次沒關係 來 繼續 我覺得是正彥她 太沒有自信 而且又很自卑 所以我覺得 對啊 就是我們約出來以後 我發覺我們兩個其實還滿合的這樣 結果呢 你就打電話給她 其實一開始就是想說朋友這樣 結果沒想到其實到後來我們就是 還滿有感覺的 什麼樣的感覺你們就這樣在一起 剛剛好 我們就是怕聽 講了以後你會 我們這麼多人的兄弟當是假的 是不是 是不是 婷婷 你知道她有別的女朋友 好 你說她很花嗎 對 那當然有啦 當然有 應該還有可以往下 那你既然有別的女朋友 那為什麼一定要上她 你有別的選擇嗎 你為什麼 才是說你必須要守獵這個獵物 你要打擊她嗎 還是什麼 你有別的馬子啊 為什麼一定要她 我覺得其實 喜歡就好管她是誰的馬子 哇 對啊 這個話厲害 人不風流往少年你知道嗎 所以對 你現在說這是什麼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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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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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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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你自己太早懂啦 好 正彥 你有人玩 你有人有人玩 好 正彥我們就是要處理事情 要了解事情的真偽 而不是來打架的 打架不能解決任何的事情 所以說你現在也聽到 我們的立委所說的 我想你自己心裡有數了 這個朋友 還有這樣子搶你的女朋友 這個朋友還要不要往下坐下去 還沒什麼補救的 就要靠我們的陪審團 所以說婷婷你覺得沒有錯 你自己覺得有沒有錯 沒有啊 沒有錯 你沒有錯 好 這個時候我們請婷婷 你真的覺得你沒有錯嗎 你這樣子對我 我對你這麼好 你不愛我 為什麼 你幹嘛 你管那麼多幹什麼 我在跟他說話 你插什麼嘴啊你 我在跟他說話 你沒聽見嗎 你知道人家動到誰的女人 什麼叫誰的女人 他一定沒有說跟我分手 他說還是我的女人 你知不知道 你知道我當作那位可惡 你聽到嗎 你看著我眼睛再講一次 我是因為可惡 你聽到沒有 你真的從來都沒有喜歡過我嗎 或許有吧 很短暫 好 或許有很短暫 來 正彥 正彥回來坐一下 回來坐一下 有這麼 這個傷心 你們都是大男生 要接受很多的事實 好 所以這個三角席題 大家都清楚了吧 怎麼樣能夠解決這個問題 也很重要 正彥 好 拿出一點男人的氣魄 不要再哭了 好不好 好 我們這個時候請甜甜 甜甜 這個時候你很重要 你這是他們三個 兩個人當中的一個 主要的一個因素 你的介入以後 影響他們朋友之間的情感 也甚至到最後 本來你是他女朋友 現在活生生的他說 你是我的女朋友 你有沒有什麼話要對著正彥說 來 請說 當初跟你在一起半年 有感情 可是我覺得 你完全得不到我的心 我現在愛的是立文 你為什麼總是要對我這麼殘忍 我對你這麼好 我幾乎 包括我所想要 哪有給你的都給你了 對 因為你這件事實在太無聊了 無聊我可以改 真的 我知道你喜歡像他那樣的男人 你半年 從第一天到最後天都一樣 你要多給我一點時間啊 我會慢慢改 真的 好 多給你時間 那沒關係 他這樣子跟你講 你有什麼話要對他講 你是我第一個女朋友 也是我 第一個喜歡過的女生 我也盡我所能的 用我覺得 你覺得會幸福的方式給你 可是 你面對性死啊 一定要這麼用力的表現給正彥看 你們兩個一定要在我面前這樣子嗎 你不覺得你們這樣子太過分嗎 為什麼不行 哪有什麼好過分的 是你自己太懦弱好不好 你像個男人好不好 我承認 你不要像塊木頭一樣可以嗎 好 這是剛剛跟我們正彥說的 來 你剛剛也跟那個立委 也表明的態度 你手都 欸 你兩個怎樣 你兩個怎樣 不要動口味 不要動口味 我從後面聽不下去 聽不下去 你哪裡聽不下去 他搶人家女朋友還這樣子 不高興親他都可以了 是嗎 好 等一下 你看 你 等一下 你太過分了 等一下 等一下怎樣 好 還有我幹嘛 他還在那邊 他不關我的事 那你清醒一點 好 你打我 對啊 那我怎麼樣 你今天是來幫他們 還是在幫我的 狗男女 他做的是難聽一點 但是有錯嗎 那怎樣都沒有你下流啊 那你就不下流嗎 他就當街被人家拍到 跟人家接吻 你這樣就不下流嗎 你有熱分 講不明白嗎 你有誤會說不清楚嗎 不管是同學情侶夫妻婆媳 還是老闆員工 任何存有衝突的雙方 都可以來此攤牌 吵不痛快 看是要再續前緣 言歸於好 還是奔到楊調說聲拜拜 報名專線請播 0277063888 好 你等一下 你不要動狗辣 你不要動狗辣 你打我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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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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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大 你是誰 你是誰 等一下 你是哪一位 小五 小五 你是誰 她的朋友 也是她的朋友 也是她的朋友 你本來在後面 你本來在後面 你現在怎麼樣 你為什麼跑出來 為什麼 我告訴我們 怎麼樣 沒有 我在後面聽不下去 聽不下去 你哪裡聽不下去 所以你是跟他們兩個 你都是同學就對了 對 所以你看不下去了 對 你覺得他錯得很厲害 對 你到底有什麼要指控他來 他那次有搶過我女朋友 搶過誰的女朋友 我的女朋友 搶過你的女朋友 他也搶過你的女朋友 難怪你那麼生氣 你也不相信我 你聽我講 我跟你講 什麼叫搶你女朋友 你讓他講 怎麼搶你女朋友 那時候有一次我們下班 一起去唱歌 然後 他那時候大家都有喝一點酒 然後他就戒著 有點醉的感覺 就怎麼樣 然後就把我女朋友 這樣勾上去 就搭尖 對啊 還有呢 然後我就把他手拉開 禮貌 你媽 拜託 不要 好 所以說就是一個搭尖而已 還有嗎 然後後來我還聽我女朋友說 他還私下跟他要電話 私下要電話 要電話 每個人都要 每個人都要好不好 每個人都要 是女人都要你 後來有追到你女友嗎 沒有 有沒有 沒有 好 你有沒有跟他搭尖 你有沒有要電話 我有 可是我只是純屬朋友而已 純屬朋友 大家喝了酒 醉醺醺的 當然會比較High 所以你不可能對他的女朋友 做出什麼動作 因為你現在還是有甜甜對不對 對啊 我已經有甜甜的 我幹嘛要你女朋友 不要真眼說笑好不好 他會誣賴你嗎 你做給誰看 你的手放開 怎樣 就是做給你看的怎麼樣 你要做給我看著 就是做給你看的 你想幹嘛 你幹嘛推他 他是你孩子 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好 所以我們正夜也看不了 他這樣子抱著他 手拿開 怎樣 我就偏要這樣勾著他 怎麼樣 不高興親他都可以了 是嗎 怎樣 你看 你 怎樣 你太過分了 怎樣 你要怎樣 好 你推我幹嘛 他還沒跟我分手 他就會送我女朋友 你知不知道 他要怎樣 拜託 這個道理現在是不是你 冷冷冷冷 你堅強一點好不好 這種朋友也不用跟他吵 對 這種朋友應該怎麼辦 你如果有什麼話 要對正夜說 這個交往十幾年也這樣子 也不用跟他講 這種女人你也不需要 去酒店找一堆 你說什麼 去酒店找一堆 你說什麼 你幹嘛罵女生 你罵女生幹嘛 怎樣 你罵女生幹嘛 你罵女生幹嘛 你不要這樣說我 不行 不行啊 你幹嘛跟他上課 這我的自由啊 你聽到沒 那是什麼事啊 你聽到沒 我們相愛怎樣 女朋友一個換過一個 女朋友一個換過一個 你說算 我就在親他 你等一下 你幹嘛 你幹嘛 我就在在裡面親他 我就在在裡面親他 真的親他 誰算你們真的假的 哇 啊 怎樣 那我女人不要了啦 怎樣 不用跟他吵 要不要死心 怎樣 我親得怎樣 算了 算了 你好 我今天總算是看清楚你了 對 我就是這種人 對 除了這個事件 好 剛剛也 女朋友她也解釋過 其實她最後也沒有怎麼樣 只是因為要留電話而已 所以你現在看到甜甜 你覺得甜甜 是不是應該像你的女朋友一樣 告訴你說 她來追我 就是最後被她追走了 是不是 對 所以你有沒有什麼話要對甜甜說 你現在劈她腿對不對 然後她也會劈妳腿 可是我愛她 沒有 有什麼事實證明她 怎樣 你想講怎樣 不要臉啦 怎樣啊你 你再說一次啊你 你講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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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兩個怎樣的 人多人是你耶 你還可以這麼大聲 你現在比人多欺負人少 是不是 這不是人多欺負人少 我們是站在道理這一邊的 什麼叫在道理這一邊 今天是不是你搶別的女朋友 對 我搶她要怎麼樣 那是不是你這樣做 你還可以講話 這麼囂張是怎麼回事 怎樣 我是強迫她是不是 她不願意跟我再去 我強迫她是不是 好 到底有沒有一廂情願 這個也要來理解一下 陪審團為什麼坐在那裡呢 就是要幫你們理解這個事情 到底我們的立委有沒有錯誤 還是說這個本來就是一廂情願的事情 只是沒有說清楚要分手而已 好 這個都是等一下 我們要做建議書的部分裡面 所以你剛剛提到說 她也曾經有勾引到你的女朋友 對 還有沒有別的 你認識她的所作所為呢 她 喜歡在有一些女生的聚會上面 裝大方 什麼叫裝大方 就是付錢啊 唱完歌馬上衝去付錢 可是那些錢哪來的 哪來的 還不是正彥的 是嗎 正彥 還在跟你借的好不好 什麼借的 你什麼時候還過 我有說不還嗎 用手指都算了算 你還過的指數嗎 我有說不還嗎 你希望跟我計較這個 那你從我身上拿走了多少 我什麼時候從你身上 拿走過東西 拿走什麼 我就沒有付出過東西給你嗎 從來都是你搶我的東西耶 你每次跟我借東西 你要什麼幫助我 我沒給你嗎 例如 那什麼時候跟你要過幫助 例如這樣 幫助過什麼 幫助過什麼 對 要講出來 拜託 她每次如果要去哪裡的時候 還不是要跟我借衣服穿 借衣服穿是因為 有些場合那些 弄場合我沒有弄衣服啊 什麼當然在場合 好 那我跟妳 你跟我借一條褲子弄破怎麼算 那一件還是名牌的耶 弄破 那是不是因為我不小心了 我也跟你道歉了啊 好 你有跟她借過一條褲子 也弄破了 哪裡破 這個破了 這裡啊 你看這是你弄的啦 好吃飽喔 那個破的很美耶 對啊 這不太破的吧 搞不好因為破了這褲子才值錢啊 這名牌的不應該這樣破嗎 這後面也有破的地方耶 這樣破的就沒有感覺了啊 這個又不是路邊攤幾百塊的褲子 我承認那是我弄破 可是我也跟你道歉啦 那是因為我出意外 你也知道了 要什麼道歉 你看你連自己衣服穿那麼邋遢 你衣服還是破的對不對 土包子 破的又怎麼樣啊 哪裡衣服破 哪裡衣服有破 哪裡衣服破 你舉起來給她看啊 哪裡舉起來 我們看一下 就這個啊 這樣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這樣還是可以穿 為什麼要浪費 對 其實有時候現在年輕人穿著 其實也沒有分破舊 其實你這一條你肯定不要了對不對 這一條我幹嘛要 我都已經被他弄成這樣子了 我穿過去我很丟臉耶 我剛剛量一下 我剛剛量一下 跟我滿差不多的 好 這一條帶回家去喔 好 所以這個是 就是很生氣 還有沒有什麼 來 剛剛除了這樣子的 他幫他付錢呢 還有呢 還有啊 今天你都這樣子了 就不要怪我把你的事情說出來 說啊 我有什麼事情 你還記不記得營運 當初你們兩個人人稱線的班隊 後來 你卻隨便 跟隔壁班的女生在一起 拜託我跟他們個性不合好不好 什麼叫個性不合 你也不用從頭到尾都不用讓人知道 我跟他根本就兩個世界的人 怎麼可能會在一起 什麼叫 什麼叫兩個世界的人就不能在一起 你知道他對你 對你的感情放得多深 他後來有多慘 怎麼慘 他為了你自殺 拜託 那個女的 只不過是分手而已 拜託 什麼叫做分手而已 什麼叫每個人 那是以前的事啊 那是過去的事了 OK 就女來自然為我們的 我們的立委自殺 害他有多慘啊 拜託 你問在場的誰沒有 他到底現在都還有憂鬱症 你知不知道 誰沒有以前沒有交過幾個女朋友過的 怎樣 可是沒有人每個人都像你這樣子 把人家死亂終棄 我哪裡死亂終棄 他感人家變成這個樣子 他講得好像一點神人都沒有一樣 他講得好像一點神人都沒有一樣 那又怎樣 這要算男人嗎 那又怎樣 我做錯什麼了嗎 是他自己要自殺的 你沒做錯什麼嗎 什麼叫他自己要自殺的 拜託 那又不關我的事 是他自己你想太多 你知道嗎 關我什麼事 那關我什麼事 關我什麼事 蛤 是他自己不夠成熟好不好 不夠成熟狀況你說得出來 對 怎麼樣 你怎麼為你自殺耶 對 怎麼樣 那又不關我的事 是他自己要死的耶 你搞清楚狀況可以嗎 怎麼叫他自己要死啊 怎樣 那又不關我的事 讓你清醒一點 好 我原為你自殺 你打我 對啊 那我怎麼樣 你今天是來幫他們 還是在幫我的 我只是讓你清醒 什麼叫讓我清醒 你現在是要站在他們那邊 就對了 那你捐一個女生為你自殺 你覺得應該嗎 拜託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啦 人家小孩子耶 小孩子 拜託 是他自己不夠成熟 四次就想不開 這樣子之後呢 我怎麼可能跟他在一起 因為你知道立委很花嗎 你剛剛就說了 那為什麼聽到自殺 你反應這麼激烈 你再怎樣花 我覺得都可以 你都可以去談 都可以 揍人你還要 可以給人問你自殺 這樣什麼話你 對啊 會三個 所以他這個時候跟了提琳講 這種男人你還要嗎 是不是 除了這個以外 還聽說有個更勁爆的是 我拍過咧 拍過 拍過什麼 手機拍過啊 拍過影片啊 要不要看 什麼影片拿出來看啊 劈腿的人也是會被人家劈啊 要不要看 你拿出來看啊 劈腿的人也會被人家劈 劈腿也會被人家劈 誰被人 誰也會 劈腿劈 我不是說你幹嘛不打自招 就是你 好 對 我們的立委問那個甜甜說 你怎麼了 甜甜 所以說你有證物就對了 我有證物啊 你有錄影下來 我可以給大家看 等一下 我們先讓甜甜有沒有過 除了立委有沒有跟別的男生 有嗎 沒有 沒有 確認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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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夠看事實 有什麼 沒有 我就放給大家看啊 你還是錄影的啊 你怎麼拍得到啊 來 大家來看笑話吧 這個從路上走過來的 這個是庭 是你嗎 這是你嗎 你現在 你先看看他們在幹嘛好不好 先看看他們在幹嘛 他們在幹嘛 你們這麼甜蜜幹嘛 他是誰 他是誰 來 再看一次 又來了 又輕了一次了 哇 接上輕啊 你們接吻幹嘛 朋友會這樣 不要急 他又來了 真的 我們也讓那個 好 這邊來看一下 你在外面搞什麼鬼 搞什麼鬼 朋友啊 朋友 反正你旁邊女生也那麼多 我那個有差嗎 你講是什麼話啊你 什麼話 什麼叫我旁邊女生那麼多 我們只是朋友而已啊 你要朋友要接吻嗎 朋友有必要到接吻嗎 這種事情也做得出來啊 什麼事 我以為你只有跟我跟他而已 那邊斷了 你竟然還跟別人男人在一起 我跟平常跟你說 就是那麼重的話 可是你在外面才不要臉啊 怎麼這樣子啊 那是什麼事啊 你有這個管我嗎 過什麼事 我們也曾經在一起過吧 曾經 我現在他女朋友該不是啊 什麼叫妳是我女朋友 拜託 你根本不配好不好 什麼女朋友 你跟人家在那邊接吻 你跟人家在接吻 你這樣當我沒看到啊 你找我 你找我幹嘛啦你 你先動手的耶 活該 你找我幹嘛 什麼叫我先動手的 不懂是你先找我的啊 是嗎 不要動手 不要動手 千萬不要動手 好 那你講清楚啊 好 講清楚 講清楚 為什麼現在不是你的女朋友 講清楚 拜託 都被人家拍照 她在外面跟人家親親我我的 妳說什麼啊 妳再打我一次啊你 好 怎樣 好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好不好 夠了好不好 夠了夠了不要一直打 妳可以再爛叫一點啊 這兩個就一樣嗎 妳要不要臉啊妳 反正你們兩個都是一樣的啊 關妳什麼事啊 關妳什麼事 關妳什麼事 沒有啊 不然是有沒有委託人 這個時候講說你們兩個都一樣 劈腿來劈腿去後 這個就是報應 這就是因果嗎 是因果 韋如是因果嗎 她是孤臭鼻鼻鼻鼻鼻鼻 兩個都一樣 孤臭鼻鼻鼻鼻鼻鼻 對啊 狗男女 她做的是難聽一點 但是有錯嗎 你們兩個 做的事情根本就是一樣的嗎 好 所以你看到最後 本來 這個本來是三角襲堤 多出來的一個 就是我們的小五 提出的這些證據 你現在本來 你跟她是男女朋友 你現在看到她 你也不承認她是你的女朋友 今天不是你的女朋友 互相你們兩個 也對罵起來 你現在的心情是什麼 我現在心情還滿生氣的 怎麼樣生氣 原來你竟然背著我這樣子做 還被人家拍到 可是立委 你對正彥做的事情也是這樣 對不對 限世暴都出現 你做過什麼事情 別人就會對你做一樣的事情 怎樣 是不是很難過 所以正彥的生憤怒 你應該也能體會吧 現在能夠將心比心了 完全才能夠感同身受了 這個時候 你剛剛做這種舉動 你看她被拍到這種舉動 她現在男朋友 現在也不承認 你現在的心裡 有沒有什麼話要對 那個立委說 你剛剛巴掌也忽了 你現在感覺是如何 我覺得她的行為太過分了 你就不過分嗎 不知你幾分之幾啊 還有幾分之幾 你還不是一樣 我怎樣 就這個啊 你呢 好 那 那我也這樣 什麼叫每天 每天都往外跑 往外跑那要怎樣 跟朋友出去而已啊 朋友 對啊 你又跟我講說誰嗎 你又跟我報備嗎 你自己還不是一樣 你還一直說我 你自己還不是一樣 我再怎樣都沒有你下流啊 那你就不下流嗎 這當街被人家拍到 跟人家接吻 你這樣就不下流嗎 那你自己做的行為比這 超過太多了 超過太多 好 兩個好好說一下 超乎什麼 你這樣我每次看到 人家跟我講一些 閒言閒語的簡訊 我只能幹嘛 我問過你嗎 就說 你要我指幾次 那我只是朋友而已啊 不能這樣開玩笑嗎 那你留我幹嘛 那些簡訊留我幹嘛 你是公車是不是啊 不是公車那你是什麼 你說啊 不想說太難聽 那你現在想怎麼樣嘛 現在想怎樣嘛 沒有怎麼樣 不想怎麼樣 好 不想怎麼樣 就是讓大家來冷靜一下下 就是不想怎麼樣 就是要讓我們陪審團 好好來幫我們寫個建議書 好好的清除一下 到底要怎樣比較重要 好 小五你先就坐一下 哇 你辛苦辛苦 個頭那麼高 站得那麼高 好 這個鄭彥 好 這時候我們去鄭彥 好 甜甜 還有我們的立委 三個人其實他們三個人 本來今天要做一個協調 妥協 想不到演變到這樣的事情發生 到底接下來會變怎麼樣呢 我們讓他們先冷靜一下好不好 其實這個時候的陪審團 來幫我們做一點建議書 你覺得遇到這麼複雜了 很難寫吧 好 那我們讓三位先休息一下 往後靠一點沒關係 來 如中 建議書會不會很難寫 好像給三個人都要分開的建議 比較好 對 要有三個 對 以前好像都是為兩個 兩個 現在我覺得這三個人的問題 對 還滿複雜的 是 是 本來有看到 弱者就是我們的鄭彥 也看到了強者就是我們的立委 對 現在看不到強者了 是 一堆弱者在現場的 大家都受到環境跟因素 而現在變成這樣子了 而且氣勢很甚的人 並不代表他一定都是對的 對 對 所以要給他們良心的建議 因為人生就是有因果 因果就會循環 就像我們鄭彥說 就是會有縣世報 所以我們給他一個良好的建議 從此看有沒有比較更好的 怎麼樣三個還能不能相處呢 能不能相處呢 待會兒幫我們建議書 好 培養一下情緒 好 這個時候三位 其實三位的交往我們都知道 我們講真心話 甜甜你跟鄭彥當時 也有曾經喜歡過對不對 鄭彥到現在 現在還是不喜歡甜甜 現在 坦白說其實我還是喜歡甜 還是有喜歡 鄭彥剛剛氣化了 巴掌也呼了 最後也說你不是我女朋友 在這個之前還是愛著甜甜吧 好 在這一段當中裡面 我們請鄭彥來講一講 有沒有什麼感動的事件 來請說 來 鄭彥 其實立委撇開感情不談 他也算是一個還不錯的朋友 我還記得我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為了參加一個宴會 結果那時候 因為我都沒有西裝可以穿 然後他就特地大老遠 跑回他的基隆的老家去拿 然後就只是為了借我參加一個宴會 我覺得其實他還有很多很多小事情 就是很多地方都很貼心 作為一個朋友來說 我覺得這樣真的是還滿好的 可是就是感情的問題比較複雜一點 其他地方其實我覺得他是一個還不錯的人 好 所以鄭彥說其實拋開感情的時候 這個朋友還可以當定 好 我們的立委 有沒有什麼話對鄭彥說呢 其實我覺得 其實還好我這次有來上這邊節目 因為才會知道這麼多事情這樣 也許我覺得 這是我的報應吧 對啊 可能自己 對啊 真的是 太完事不公了 對啊 現在 對啊 我想跟你們兩個說對不起 那對鄭彥這一部分呢 還沒什麼一些感動的事情有沒有 我覺得 有啦 有一次我出車禍的時候 就是人也摔傷了 車也摔爛了 然後他就是把車借給我這樣子 而且他寧願自己坐公車去上課 對啊 然後他也是把車借給我騎去學校 對啊 就是其實 雖然對他滿多意見的 可是還是有就是會令人感動的地方 好 所以這感動的世界應該大家都很清楚了 這時候我們這個陪審委員 他們已經把這個建議書給說出來了 我們來看看建議書到底要怎麼樣的良好的建議 來 好 我們給三個人分開的建議 好 鄭彥的建議 好 請清楚 鄭彥 女人不是一種物品 對 不是說我的我的它就會是你的 感情是要經營的 另外我們給立威的建議是 友情真的是很珍貴 但是愛情也不是說你可以隨意的就來來去去 你要在感情當中要學的就是 你應該要付出 而不只是向別人要或是搶東西 那我們跟田田的建議是 感情是交流到不是單行到 你隨便亂闖早晚會撞車 所以三人行絕對不可行 好 這個時候說出三人行絕對不可行 好 這是給他們三位的建議書 我們的立威聽你們清楚了 這個建議 好 田田清楚嗎 好 鄭彥清楚嗎 好 這個時候我們要請你們做三個 請做最後的抉擇 當你們三個有錯綜複雜 不論是感情 愛情或是友情 這個都要做一個最後的一個抉擇 如果鄭彥跟我們的立威 如果你覺得愛情友情有一部分 可以留著 將來還可以延續的 就請不要動留在原地 如果覺得愛情跟友情完全都不能留住 就請你走沒關係 那田田的部分也是一樣 你只剩下一個感情 你覺得鄭彥還是我們的立威 有沒有值得你留下來的空間 如果有的話請留下來 沒有的話就請離開好不好 好 這個時候我們來倒數最後 十一秒鐘最後抉擇 來 好 時間到 三位還要不要珍惜這一段友情跟愛情 如果願意珍惜的話 請留步 如果不願意的話 請走來三位請抉擇 鄭甜 甜甜 利維 這三個人將會做出什麼樣的決定呢 好 時間到 三位還要不要珍惜這一段友情跟愛情 如果願意珍惜的話 請留步如果不願意的話 請走來三位請抉擇 經過抉擇後 鄭彥與利維這對多年的好友 為了金錢還為了愛情 如今選擇不再往來 而甜甜夾在花心的利維 與木娜的鄭彥中 孤單地選擇離去 誰能評斷他的選擇是對是錯 三個人各走各的路 雖然不是我們想見到的 但或許 這也是對他們比較好的結局吧 看到他們三位 就這樣毅然決然就走了 感情的世界裡面 真的是無法去 去完全用外人的眼光裡面 可以去理解的 現在他們做最後的抉擇 做出分手的這個階段 也希望他們三個人好好想一想 如中看到這樣子三個人 這樣做一個分手的抉擇 你覺得是個好事嗎 我覺得他們真的太年輕了 是 所以要他們在短期之內成熟 本來就不可能 是 那就給他們一個勸 反正現在已經是決定各走各的 請記得感情是彼此的 而不是自己爽就好 好 是要彼此付出的才有用 來 韋如 我覺得感情真的是要靠經驗 不是說這麼不專情這樣子去經營 是 對啊 應該是要非常的專精 都要靠很多的時間累積了這一部分 愛的時候 才能夠經營一個很好的感情 他們可以在失敗中學習成長 然後不要再走錯下一步 太好的 這麼年輕就有這麼多 這麼好的一個見解 好 秦瑋呢 大家常講不在乎天長地久 只在乎曾經擁有 是 但是如果你要天長地久 你就要珍惜現在的擁有 否則古人說 終日酌焰 終必焰酌 其實上帝都要安排一位 最適合你的人在等待著你 希望大家珍惜 對 所以說你看他們分手 就是遇到很多的問題 跟很多的原因 人家說浩浩的恆河之水 是無數的小水滴走 匯聚而成的 每一段感情 每一段時間都要去經營 誰都不可憐 最可憐就是我們的小五 五哥 你還坐在這裡 你會不會等我們捧收的 你還坐在這裡 你們什麼話 最後你們什麼話 對他們三個說 鎮燕 你要對他說什麼 我覺得鎮燕最可憐的吧 最可憐的 然後你有那個立委呢 立委活該 活該 甜甜呢 也是活該 好 好 挺朋友挺到底 挺朋友挺到底的 好 也今天這個結果 大家都不希望願意的 所以剛剛這樣我們陪審團 也講得很清楚 三個來想一想 事情就會比較好一點 好 今天我們謝謝小五 也謝謝三位陪審團 謝謝你的收看 別忘了分手擂台 謝謝 謝謝大哥 謝謝 謝謝大哥 我真的覺得立委這個朋友 還不錯 可是 如果下次再發生 一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不知道我還可不可以忍受 所以我覺得這個朋友 我真的真的要不起 真的 真的要不起 算了沒有關係 對啊 畢竟跟鎮燕其實 就是也好啦這樣子 比較不會以後會尷尬這樣 而且我覺得跟甜甜 你只能算是說 對 就是兩個人都有報應吧 對啊 只能認得這樣 因為花心到了 不過有什麼好抉擇的呢 算了 感情都不要了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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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